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劉俊謙高大威猛 看樣子都應該有做運動 這日他和單車亞運銀牌得主 馬詠儒出一隻關注血有病的活動 即場比拼單車 好像很厲害 但原來劉謙中學的時候 曾經靜親, 搞到做不到運動 想起都覺得痛 我最嚴重是試過膝蓋 我試過膝蓋多受傷 有年多兩年是不可以做得很劇烈的運動 那時候是初中 變成了心理上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不是好得 那時候經常都要看醫生 復健 還有不斷覺得自己很差 為什麼人家可以練習我不可以練習 我都經歷過一個這樣的階段 幸好劉謙當時恢復得多好 如果不是我們就不能看他拍打氣 最近他密密開工拍電影《九龍城寨遺城》 戲裡面打氣連場 就算多小心都好 都很難避免不受傷 小分別都有些 因為那時候拍攝片場始終是一個以前的年代 很多報警或者美術設計 都會有很多熔熔爛爛的場 甚至乎燈光很陰暗 這些都是會容易令到受傷 令到演員會容易受傷 其實手那些很多都有刮傷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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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的 都有的 有鼓勵我 即是繼續努力 流血是否絕血 絕血 不用了 現在這個年代很科學 電影《梅艷芳》上映到現在 累積票房已經接近六千萬港元 加上收千五萬的環外 劉謙還不是千萬票房男星 其實我不是很想這些 因為我自己 可能我比較簡單 就是做好我自己演員的工作 那票房的東西就 好的顧知人是好 那是呀 那這個就交給經理人 是的